王兆林的神色很难看 他们真的不能威逼赵长河 更不能随便杀了 虽说他们没看出赵长河与崔元秧的真实关系 但不管说到哪里 赵长河也是崔元秧的恩人 崔家送了龙雀 意思已经写脸上了 我家认他身份 若是没崔家这一认证 赵长河那身份谁认啊 被地里杀了就杀了 可现在不行 龙雀给赵长河带来了很多不便 可好处一样很大 凡事皆有两面 如今崔文景的态度如同利剑悬在上面 王家可绝对不愿把崔家这样的盟友得罪了 那还做什么大事 回家洗洗睡吧 都别说崔文景了 王家自己无数关联的势力 门生顾力 都很难说能有几个支持杀皇子这种事情 真要是传了出去 王家势力都有可能一夜动荡为你 世家大族和那些魔教徒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他们做什么事都需求乏力 一旦背离了这一点 历史教训会告诉他们后果很严重 而如果把握好了 城市也比那些魔教反贼容易很多 换个旗就可以了 王兆林蛋疼的看看崔元阳 崔元阳眼睛眨巴眨巴 一副我什么都没看明白的小兔子模样 王兆林知道不能指望这祸有什么表态 他能来做个吉祥物 已经是崔家的友善态度了 崔元阳哪里是因为婚前不见而不来的 纯粹是因为他能代表的是和崔元阳的意义不一样 有意回避罢了 来指年幼无知的小兔子 不管做了啥崔家都能装傻 全是千年狐狸 沉默了好一阵子 王兆林决定放弃争取赵长河的态度 反正赵长河只要坐在这里 并没有拂袖而去把事情搅黄了 外人也不知道啥情况 也可以当成他支持并参与 那也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 王兆林想到这里 再度堆起了笑容 拍了拍手 那就这样吧 无论参不参与论件 王某都感谢大家前来庆生 大家先吃饱喝足 才有力气论件吗 来人 上菜 奏乐 菜就不吃了 司徒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司徒有酒足矣 如今只差一件下酒 王兆林愣了愣 司徒兄 这是 司徒笑呵呵一笑 老王 莫要心思太多 忘了根本 早些时候 大家猜测你借生辰之名 欲邀天下乾隆事件 老实说 虽然嚣张 却和老子胃口 便是天下英雄 是舞者之器也 老子乐意陪你是这一件 也为自己切磋印证 共有所得 难道老子千里迢迢从湖广来此赴宴 是为了吃你一口饭的 王兆林神色渐渐严肃下去 司徒笑懒懒道 你王兆林说历练艰难 要天下英雄在此 却又是为了什么 垃圾脏事 错过粮食 回首问心 宁无悔呼 他慢慢拔出背上重剑 神皇宗司徒笑 腰战天下乾隆 给诸位佐久 谁拉一战 场中一片静默 王兆林深深吸了口气 他搭的舞台 却成了司徒笑的演舞场 可这才是本意呀 就连王兆林自己 内心又何尝没有一点豪情在涌动 可又哪有论剑还没开始 两个最强者就这样下场 霹雳啪啦打完的事呢 那接下去的乾隆论剑 岂不成了笑话 真要抬身架抬格调 应该是高座主位 观赏别人比武 等优胜者向他挑战 再扎而胜之 那才是完满的落幕 王兆林死死压住自己想要下场的舞者之心 化成了微笑 即使司徒兄想要事件 想必不会以力压人 谁愿下场陪司徒兄印证技法 一时无声 谁特么去送啊 司徒孝可没说过不以力压人 就算真不 那也没谁有自信 便如当初赤离 能够和他一战的也就只有月红灵 如今司徒孝站在这里 真能和他打的也只有王兆林本人 司徒孝耻剑站在场中 居然伴上无人硬核 衣裳褴的醉汉眼中 渐渐流出清晰的失望与不屑 月红灵灯临人榜 崔元雍避嫌不出 此间无人 何谓乾隆 场边呼得传来笑声 敬司徒兄一杯 众人转头看去 却是赵长河甩出手中酒杯 直奔场中司徒孝 司徒孝眼睛瞬间亮了 王兆林抽了抽嘴角 赵兄 你不是说不参与 赵长河非常惊奇地反问 我与司徒兄酒宴相遇 既仰切磋两手 又不参与奖励争夺 与王家论剑合干 王兆林 下迟迟扑哧笑出了声 握在剑柄上的仙手 渐渐松了 他也想下场 却犹豫身份影响 想不到赵长河这么不要脸 旁人却没有心思想太多 眼睛都死死盯着酒杯 酒是满杯 机遇碑严平齐 但酒杯飞向场中 酒夜却连一丝都没有洒出来 凸显了妙的豪颠的控制力 月红灵的摄日飞灵暗器法 唐家的碧波青衣柔合意 柔鱼一处 妙不可言 王兆林低声自语 眼里的战役蠢动越来越盛 几乎快要忘记自己举办这场宴会到底为了什么了 司徒笑的眼中也尽是欣喜 重见呼的平举 擦的一声 酒杯底部恰好擦在剑身上 一路顺着剑身滑了过去 到了剑柄之处被阻了一下 酒杯却出奇的不是向后跌洒 而是向前一摘 酒水如溅 直泼而出 司徒笑张嘴一接 酒夜一滴不胜地到了口中 那杯子又稳稳当当落在剑身 就像刚才是有人拿着杯子倒给他喝一样 好酒 司徒笑大笑起来 一拍腰间 酒囊塞子跳开 一股酒剑喷涌而出 准确地落在杯子里 酒剑停歇 杯中恰满 旋即重剑一扫 回敬赵兄 明明数十斤的重剑呼啸扫锅 拍在杯身上 却只有极其轻微的一声钉 杯子悠悠然地飞了回去 杯中酒夜同样不洒 这一手比刚才赵长河制杯 可难得多了 仅以竞技论 是胜过了赵长河一筹 赵长河没有更装逼的玩法 直接伸手接住酒杯 一饮而尽 大喜到 好好 好剑法 好功夫 说完这句 酒杯落桌 龙雀出窍 龙吟升起 暗淡的血光掠过树杖厅堂 直奔中央的司徒孝而去 司徒孝很是随意地挥剑回刺 那刀芒血色在图中忽变 赵长河的身形竟如凌空螺布 很是潇洒地侧翼半分 又化斩为刺 突入司徒孝胸膛 司徒孝神色终于郑重起来 紧急侧身让开这一次 同样狂喜 好 好剑法 好身法 好剑法 旁观许多人都大惑不解 赵长河这不是刀吗 还是非常离谱的大阔刀 可刚才那一凸刺 确实是剑意 他哪来的剑法 还融合在了刀法里 这种事情是一个江湖新秀 能办到的吗 唐家的踏水灵波 王兆林低声自语 那剑法认不出来路 多半也是唐婉庄 帮他融合鱼刀的 他与唐婉庄的关系 崔元秧扁着小嘴 抽了抽鼻子 擦 场中的刀剑 终于有了第一次交击 却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重剑阔刀的狂猛对撞 而是擦剑划刀 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两人错身而过 在错身的刹那间 左手各自拍向对方胸膛腰泪 继而噼里啪啦地过了一手 赵长河的手指扶过了 司徒笑泪下 如同扶到铁皮一样 屁是没发生 手指还有点痛 司徒笑意指点在了赵长河 玉堂学 同样什么事都没发生 两人错身而过 各自回头向望 赵长河揉了揉胸口 玉堂 觉得自己输了 对方横练不痛 自己只是一学 还是吃痛的 亏 司徒笑脸上的喜色 变得有了几分古怪 赵兄 赵长河 啊 你他妈一个大男人 跟我玩年花禽拿手 是不是还要伸进来摸一把呀 我不会刚猛拳掌 正愁找呢 你教我呀 司徒笑露出哭笑不得之色 你倒真不客气 说完双手持剑 身去微弓 虎目凝视 本宗拳掌 说刚猛也不太算得上 争争如铁道 是有可观者 赵兄此战 若能让我有所得 便送赵兄一套拳掌 又有何妨 赵长河横刀而立 脚步微错 冲天血煞咆哮而起 相比之下 赵某更想看的是 这无风重剑 如何大巧不恭 王兆林 这是不是想要的狼牙论剑 面上看去 是 是得很 可怎么就不对位呢 在这刀剑风流之前 他王兆林似乎已经成了各路人甲 再也无人在乎 推一本 我家学姐 不是人 和非人学姐们的色色日常 应该 Youth 最重要是 原则